现在原来人传人 现在应该很重要一个新的课题是什么 环境传人 为什么这个冷链和外包装 它的病毒浓度达到多高就会出现感染 它会不会感染 病毒能够存活多少天 现在就出现一个大问题是什么 环境传人的问题 这是个新问题 同时怎么预防 这个是也需要我们做的 感谢观看